一整年 我竟然重生到了猫猫死前那天 上一次我只顾自己玩了 公司猫猫求救的信号 结果拖到重病送医 想发现钱不够 现在眼睁睁地看它离开 这一时 我一定会挽回一切 静奥一 猫突然不吃饭 呕吐呼吸 精神未明 可能是猫印记 因为我前两天 用要带猫出门才会这样 现在赶紧把猫方的安静 熟悉的空间静养 症状严重的 再为点易可吸 缓解猫的紧张情绪 静奥二 猫偷毛 毛痒 掉体重 一看就是猫险 马上擦同胺醋乳膏 每天再为四万之一的违逼 家里除了要大早船 也要让猫多晒太阳 消毒杀菌 星红三 猫突然呕吐拉西 食欲不佳 精神也强 优先考虑肠胃炎 可以吃醋肉和奥美拉醋 并补充头脑糖水 如果还没有好转 不犹豫 立马就医 前世的我 带小猫去医院查出重症 没钱医治 这一时 我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全款拿下保费低 保额高 报销七成的支付宝宠物保险 但我知道 你买完不是立即生效的哦 为了防止 二人骗保和带领头保 最有一个等待时间 所以我早早就买好了 提前摸新迪家 最近的定点医院和营业时间 就算半夜有通道情况 有的话 上一次 我能早点注意这些 此生就不可以夺走我的小猫 既然成为我一世 我一定会改过之心 保姆猫猫平安长大